你敢相信吗? 印度人的爵士真修竟然是在牛粪上烤出来的 其中的食材更是群音会翠 和我国的佛跳墙 有这一曲同工之妙 我们都知道 在国内 论顶级的菜品 佛跳墙绝对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国宴名菜 它可是极尽奢华之气 佛跳墙曾经多次登上国宴的餐桌 深受各国元首的喜爱 佛跳墙所选用的食材和汤底 个个都很名贵且讲究 有着神仙闻了都站不住的说法 而印度版的佛跳墙 就是另一番境况 所有食材的价值都缩水了很多 我们的佛跳墙是福建名菜 相对应的 印度版的佛跳墙 则是来自于印度古籍拉特邦的传统菜肴 当地人给这种美食 写了一个堪比佛跳墙的名字 Yubei Dayu Yubei Dayu也是用陶罐烹制 烹饪过程中做到了不用由河水来煮熟 真正烹饪出了食材本身的味道 这道菜最传统的做法 是选用横河泥的陶罐来烹饪 首先呢 将食令的绿书在罐子里进行层层填充 顶部则是用芳香植物的叶子来密封 很多友友就有些好奇了 为什么要填充这些绿书呢 这是为了防止真正的主菜被烧焦 这些绿书的叶子被用来在陶罐的内部和周围形成一层保护层 当然 它们也可以作为一种罗外的风味 然后制作主菜 满满的一盘野生大豆之中加入浆黄粉 马沙拉 盐和油 宝贝 搅拌均匀 将土豆一分为二 在纵横交错之间填满这种现做的绿色马沙拉 绿色马沙拉 是用研磨的岩碎液 青辣椒碎 蒜蓉 姜蓉 豆蔻 芝麻和花生 研磨制成的 在这个磨碎过程中 还要加入姜黄粉 盐和油 紧接着又是其他食材的加入 紫薯和紫色山药 虽然这个过程看起来 并不是特别的美观 甚至有种味猪食的感觉 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美味 因为现做马沙拉香料 味道浓郁 绝对可以给任何的食材增香增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搅担拌均匀之后装入陶罐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最后再用菜眼蜜蜂 最后再用菜眼蜜蜂 最后一步尤为关键 那就是必须要选用牛粪来加热桃冠 这种圆圆的牛粪饼 来自于神圣的牛粪牛粪 不论一个个都是精挑细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般只需烹饪30分钟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成品虽然是有些一言难尽 但是味道绝对是很惊人 你们想不想尝一尝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